蠻久的 差不多 十年 十年 七年 七年 你家不能有小孩了吧 哈哈哈哈 現在很多人都長十二年 小孩已經那麼大了 既然是長的也不用講吧 啊 坦白說我真的覺得 不吃糖很有用 喔 糖很難 不吃糖很難 是很難 可是 你一開始覺得很難 只要你堅持做 你做大概一兩個禮拜 你就會覺得沒那麼難了 那所以大概可以吃什麼 其他都可以吃 你要吃到糖 可是都有糖 沒有我只是吃精緻糖 就是你家糖 喔 我指的不是說 原型食物裡面的糖 所以就是 手搖 手搖 當然不行 是談戀愛有時候 不是更煩惱嗎 不會啊 那是甜蜜的附和 要看你碰到哪一種戀愛 沒有 又有另外一個責任的照顧別人 那個是一個會讓自己更有責任 我們很多都結婚了吧 我們不知道 十年 應該不會有小孩了吧 現在很多都長十二年 小孩也這麼大 既然是長的也不用講吧 啊 沒有啦 如果我說如果有的話 如果有的話 蠻久的 超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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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年 差不多 十年 十年 七啦 七年 可能是因為家人沒有給我壓力 我是不是覺得好自由喔 其實我的生活圈很小 可能是藝人的關係 其實我比較不善於社交 應該會這麼說 然後我也很少用社交軟體 我指的就是很私人的社交軟體 就比較少用 有沒有多用社交平台 因為搞不好很多人在社交平台 可以試好 對 或傳一些東西給你看 資訊 你這個都沒看到 都錯過了 我們真愛就這樣流失了 找到你單身原因的啦 不開社交軟體 單身有不好嗎 也沒有 也沒有啦 但有一個半有 比你們講的好像我有一點點 不缺陷那種感覺 也沒有缺陷 沒有啦 單身是一種缺陷不是吧 不是 好 那就好了 1 2 3 3 5 9 4 4 5 8 5 5 6 5 6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